高中畢業生氣喘吁吁爬上岸像是沒了半條命 就在六月二十一號下午六點多 六人結伴台南漁光島溪水 一名十八歲準男大生 被大浪捲走溺斃 但才過不到一個月 海空同步搜救 七月十五號傍晚六點 二十一歲男大生被大浪捲走溺斃 但同一天兩小時前 三十九歲男遊客被暗流差點捲走 特搜人員剛好經過把人救起 但漁光島明文規定還插紅旗 不可以細水 只是每天還是有一堆遊客前往衝浪 把法令當空氣 小孩說說小的人 想要這樣 你如果會聽到會不會聽到就不懂 不過觀光客來這邊看標示也不清楚 這邊也沒有救生人 漁光島短短一個月 發生三起溺水案兩人溺斃 原因就在於致命裂流 漁光島海浪撞擊沙灘後 能量往兩側釋放 但因為南側地形特殊 剩餘能量垂直回流 把人往外海帶 被稱作列流或是離岸流 流速有多快 一秒零點五到三米 奧運金牌一秒游兩米也游不贏 不要跟它對抗 你的勇數 可能游不過這個列流 冷靜跟隨列流漂到外海 靠兩側海岸等待救援 專家提醒 波浪太大還能趕緊逃離 但海流無勝無息 看不見也感受不到 成為沙灘最致命的 隱形殺手 記者賴關章 王書宏泰南報導